巡逻任务 在铁列课题以东十公里处 被涉服的苏军围艰无一生还 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 广播了这一消息 并广播了中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馆提出的抗议召会 北京的居民听到这一消息以后 没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高呼口号表示义愤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全国掀起了备战高潮 全民皆兵 全民备战 人们向地下开决 准备迎接战争 早在数年之前 由于对国际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 毛泽东强调要突出战备问题 要储备粮食和布匹 要挖防空洞 要修工事 根据这些精神 1969年8月 中共中央正式决定成立全国性的 人民防空领导小组 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成立各级人防领导小组 在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豪的活动 于是人防工程规模在应有的基础上迅速扩大 人防工程的规格不断提高 毛泽东将当年隐世诸心 为民派祖朱连璋成就地业所幸之策 高度强广基梁缓称王 改为深挖洞广基梁不称大 一时间举国上下深挖洞 以至很多年后 有不少当年深挖的合隐蔽所 被改造成各大中城市的地下商城 从大战略的眼光来看 铁列克提的三十八名中国官兵 在苏军入侵时拼死一搏 无意间撬动了一根巨大的杠杆 把通向另一种世界战略格局的大门 别开了一条细细的缝隙 当三十八名中国军人的中魂 仍飘荡在中国西北边陲时 美国副国务卿理查森 发表了为基辛格称为 革命性步骤的讲话 讲话称 不断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 与此同时 美国政府通过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向中国总理周恩来烧话 美国愿意改善同中国的关系 但由于中美长期对立等全然可以理解的原因 巴基斯坦渠道一时没有反馈回中国方面的信息 声音乐 声音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 那么世界只能在事后才能得知 这种说法形同于暗示 苏联要先发制人 对中国的核报复手段 实施核突然袭击 苏联放出这种试探气球的目的 是要看看中国政府的反应 中国政府果真很快做出了反应 1969年9月28日和29日 美国地震监测站 苏联地震监测中心 以及两国的卫星 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振动信号 他们马上做出了判断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 和高爆核试验 这是中国进行的第八次第九次核试验 但是一连几天 中国的所有新闻媒介都悄无声息 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 美联社对这种反常的现象评论说 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试验 不是为了谋取某项成果 而是临战前的一次检测 这就是北京对莫斯科施放的试探 看气球的回答 苏军内部有一伙鹰派 素来主张与中国先打后谈 到这时他们也多少颠出了一些中国的分量 伯列日涅夫真正发愁了 这位克里姆林宫的主人 所面对的是历届沙皇都未曾遭遇过的 自信而又自尊的中国 新中国不可能与任何入侵者签订城下之盟 二十世纪中兴的中国 不惧怕武力讹诈 不惧怕原子弹 在中苏边境上 苏军已进入一级战备 锦林长宁 在边境地区 苏军总参谋部 在里面中 外景也是在是正面头 也不知道 因为今天政策主生 不惧怕原子弹